大家好,我是Mr.文素,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E 2017 Mathematics Core Preparate to Session 8, Question 9 有關於 Choregetic Function 有這個 General Form 因為畫面看到那些鬼事的損失都是給你看一下 如果你懂得把 General Form 轉為 Vertex Form 恭喜你,不懂也不是一個大問題 不過留意,如果寫了 Vertex Form 就會有很多極值問題,我們會很快處理到 甚至乎你再留意多一點點,就是 那兩個Root,即是我們用計劃出來的那兩個Root的終點,其實正正就是 Vertex 的X 座標 好,看回我們的題目了,這條題目就給了一個假扮 Vertex Form 為什麼我說它是假扮 Vertex Form呢? 因為 Vertex Form 一定要有一個單獨存在的 即是X自己一個單獨存在,我們就要強行抽走P 這裡你可能要Postro的畫面慢慢去計算 甚至會跟老師研究一下怎樣抽到5,如果你真的不太熟悉的話 好,那我就知道了,如果我現在出了一個Vertex Form之後 那我就會有這個所謂的H 即是頂點Vertex 的X 座標是-5 over P 也會有所謂的K,即是Vertex 的Y Coordinary 那它就會是Q 而現在都很明顯,無論H也好K也好,它都會處於第三障的 即是處於-X軸和Y軸的,所以H和K分別都應該是小於0的 好,那我們就先放進去,-5 over P就會小於0,因為H就小於0 不要做乘除負數 我把負號縮到上格 我就想一件很簡單的事 整個份數是負數 有什麼可能呢? 上高是負 下低是直 整個份數都是負數 從而我猜到P是大於0 如果不行就停了機器 至於K就簡單 直代就會是0 完全不用煩 Q就會小於0 所以答案就是P大於0 和Q小於0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值得再提一次的話 這個抽P這個抽完之後 其實就是整個中估佬二次 就是兩個P相乘 P二次 和兩個X加5overP相乘 由於傳統的Vertice方 就是x-something 所以我由正5overP 轉成-5overP OK? 這是最後提醒你了 如果你說我懂得概括 概括我都懂的 麻煩你和我只記一幅 這幅Y等於X的二次 日後用的 OK? 由於X二次的 coefficient是1 當然 當A大於0的時候 開口就向上 為甚麼要記 看回2016年 原來就正正玩這個 開口向下 還有當時那些幅圖 玩這個Y-intercept 還要該死都是 解乎0和1之間 OK? 當年就玩這個 看看2015年 2015年玩甚麼 2015年也是在玩這個 開口向下的問題 當年也有玩Vertice 不過他只是玩這個 X-Coordinate 有興趣 2015年那些看 OK? 也有成長附屬不倒轉向問題 剛才我那條就避了 OK? 好 那Practice Paper 哇...遠遠流長 Practice Paper 當年已經開始玩這個 當年我覺得那條比較麻煩一點 有興趣也可以研究一下 OK? 好...有甚麼找我 這次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 小小的知識神卻 教到你生命有緣的 在樓下市大家會見 多謝大家 Bye Bye